聊天员的英文教室正确发音篇 第九三集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字 怎么样发音 美国发音 我们常常抱怨我们的发音不好 不是美国人没办法 天生就比不上他们 不是 因为我们不了解怎么发音 像这个同伴 companion companion 像这个com没有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不大 主要是我们常常就是一些关键的发音 我们英文发不准 也不是每一个音标 每一个字母都不准 而是关键的发不准 它这个同伴是 companion 它是大卷舌 非常卷舌 companion 像蝴蝶鹰 companion 那一般可能念成companion companion 就不一样 最大卷舌 companion companion 当然它是第二个音节 你如果念成companion 那就差很多 companion 那第二个 这个呢是 朋友 做伴的人 也可以是公司 那很多 那我们这边主要是讲这个发音 我们的意思 我们就是 并没有把全部都写进去 我们只是 抽一个 其中一个比较常用的意思 所以你不管是公司 或者是朋友 做伴的人 companion company 它的重点 关键就是这个up 你不要念成卷舌的company company 那不对 它是不卷舌带恶的音company company 不是company company 所以它这个 很讨厌 你如果照这个字去发的话 你说company company 因为它O啊 O应该就发O的音company 不对 那你说有的时候它发卷舌的company 它有的时候又发不卷舌 所以 你看那个字看不出来的 所以 如果你说看这个字 我们猜猜看 它大概发什么 我们猜猜看 九死一生 大错特错 差不多一半 一半 一半多一点 一半少一点 就大概抓一半 就错了 发音不对 那语言就是发音准 你发音不准的话 人家听起来就很累 它抓不住 所以你不能去看那个 看字母 看不准 绝对看不准 所以那种观念最好放弃掉了 当然是方便 你看那个字怎么念 然后你就抓它一个 抓它一个最大的范围 就比较常念 是很方便 那最好放弃 会害死你 真的会害死你 不准 那种准确率非常低 你不要说准确率五成了 你就算准确率八成也不够了 八成也不够了 那你说我有八成念的对 两成念的错 那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就是 当然最好就是 每一个字有音标 然后跟着念 还有发音 那我们这个单元 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我把一些常用的 实用的 大家可能念错了 我们把它每一个字挑出来 如果非常少见的 我们就不要挑出来 如果一些字 大家念起来没什么问题 我们也不用浪费时间 我们这边就是 你看现在已经四百六十多个 很简单的字 很实用的字 大家可能会念错 我们把它挑出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 认识外国朋友 常常看外国 可是那个没有系统 因为你看电视电影 或者唱歌 它不知道 什么时候出哪一个字 那我们这叫系统化 ABC战型到C了 一网打进 全部跑不掉 所以这个 我们念company company 这个是比较的形容词 adjective adj就是形容词 comparative comparative 你看 这个前面的 这个问题都不大 当然念起来 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 关键的 也是一样 蝴蝶音 parative comparative 第二个中音 你念成第一个 comparative 或者 comparative 它不对 所以 一个字 发音准 第一个 你重音 不要念错 该第一个音节 第二个音节 第三个音节 第二个就是关键的 发音 不要念错 comparative comparative 这个小小技巧 就后面这个 这个 它是不卷舌 带耳铃 所以你前面念对了 后面差一点 也是会差一点 比如说你前面念对 后面念说 comparative comparative 那不是 comparative comparative 感觉上比较短 KK音标是不分长短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控制每一个字的长短 很难 但就是有那个感觉 就是 tip 反正后面念轻一点 有中音的部分念清楚一点 就是大概这个原则 comparative 好像 比较呢 compare 你看 它又不是大卷舌 它卷舌卷一半 compare 你念是大卷舌 compare compare 而不对 念成不卷舌 compare compare 也不对 它卷一半 所以这个A的部分最麻烦 大卷舌 中卷舌 小卷舌 这个 compare compare 所以我们这样 一定要习惯 慢慢熟悉 哪些 哪些字的发音 应该怎么发 这卷一半 compare 那像是 罗盘呢 指南针呢 compers compers 又是一样 这个带额的音的A 不卷舌 compers 而不是 com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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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五个字呢 重点就是 你看 companion 是它的重点在这个 at companion 那company 重点在这A company 不卷舌 那比较的呢 重点在这个 也是蝴蝶音 comparative comparative 当这个 TIV 这个稍微 注意一下 不要念 comparative compare 我们比较是 关键 当初的第二个音节以外 就是这个 卷舌卷一半 compare compare 这个R 有点像 它是半母音 它有点 呃的音 但是 你大概发音 发到一半 compare compare 一点点 耳的音就好 这个R是这个 所以R在 字首跟字尾 是不一样 像L在字首 字尾 发音也是不一样 compers 这罗盘指南针 关键是 R 不简实 这是我目前 八个YouTube频道 如果对英文有兴趣 尤其学生 你希望英文 考好一点 对考好英文 也没什么用 就说你希望 你的英文程度 好一点 这样讲 你就看这个 当然我们这个视频 不是为了考试 是为了程度 因为你考试是一时的 你说这次考 你说有很多 多亿 我看很多教材 我不断找考五题 我考满分 一题都没错 可是那能证明 你的程度一定好吗 你随便叫个外国人 英文讲的 你叫一个美国人来 我讲的呱呱叫 美国人吗 讲的一定比你好一百倍吗 那他多亿一定考满分吗 不见得 他搞不好给你考个八百九 给你考个九百二 因为他不需要考试啊 他很不熟啊 一下紧张啊 一下这个有些东西 这个好像也可以 那个他给你考个八九百分 那你能说你考九百九 你满分 你比他强吗 那你比他弱多了 所以我们就是考试是一时的 它只是一种方式 重点是你的程度 所以我们开视频 不是叫你去考试 不是让你考试考一百分 那没用啊 不是说没用啊 就是它不是一切 重点是你英文的程度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根据 就希望目的 就希望你的英文程度好 那你对英文的了解够 那才是这样子啊 其实英文考试最准就是 一个老外就跟你对谈 对谈半个小时 他随便问你随便答 或者是就写一篇作文 就写一篇作文 你就写至少要 比如说六百字 那个最准啊 可是因为没有这个人力时间 你不然的话 选择题 是非题 你可以拆啊 你可以考古题啊 你如果面试 人家跟你谈半个小时 没有考古题啊 他想谈什么就谈什么 或者写一篇作文 他随便出题目 那个才准 但是做不到 好像以前古代 中国古代科举 也没有 也没有是非题考古题啊 没有啊 他就出个题目 当然有人说 我猜到了 那算你运气好 因为他密封的嘛 我就出个题目 然后你就 你就现场 现场回答 你就写 写个一千字 两千字 随便你 那个比较准 所以我们就是 看看你的程度学问 是自由发挥 而且不要选择 利考 那个 是非题 这种方式 companion 他就是呢 a person who goes in love with another person 一个人呢 就跟另外在一起 就两个作伴 所以作伴 是a person who goes along with another person 我们照个句 the poor senile woman's only companions are a dog and a cat 这个可怜的 有点可怜的 senile senile 这个是难一点 如果我故意用 用一个难一点 就是年纪大了 就我们大概七八十岁 或者以上 senile 就是比较年纪大 不是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算不上 大概叫七十岁以上 就真的年老了 走也走不太动 吃也吃不太动 总叫senile 这个很可怜的老妇呢 他的 唯二的伴侣 我们这边不要讲 唯一 唯二 他只有的伴侣 只有的 那个生活上的伴 可能老伴死了 小孩子可能 没有跟他住一起啦 他又不想住养老院啦 一只猫跟一只狗 我们这只照个句啦 照个句的意思 the poor cnile woman's only companions are the dog and the cat company company companionship science or companion 就同伴 同伴的意思 当然 companion跟company 他的意思又不太一样 那我们在其他单元 会提到 那这边我们是讲发音 我们就不讲那么起 company companionship friends or companions 我们照个句 I asked Maria to be my company at that charity party 那我请求呢 玛丽亚 做我的伴 女伴 在那个charity 就慈善 慈善在这个晚会上面 一个宴会上面 因为通常宴会是晚上比较多嘛 午宴也有 少一点 charity慈善 所以外国很喜欢搞这个 慈善什么 募款 外国人喜欢捐钱 东方喜欢私底下偷偷给钱 那外国人喜欢光明正大 要给钱 公开的 所以外国很早就有政治现金法 那东方就比较少 所以到底是 你是到底捐献啊 私相授 什么搞不清楚 外国人就是搞得清楚 就是政治现金法 捐钱 光明正大捐钱 捐钱 但是然后有很多法律规定 法条规定 捐钱是不是可以自己用呢 还是成立个基金会啊 还是怎么样 用在什么 讲得很清楚 你就大大方捐 不要私底下偷偷给 I am 所以外国人他就说你可以政治现金 或者你退休后你可以演讲 写书都可以 但你就不要贿赂 贿赂的话那不得了 那就不得了 违法 所以美国最重是 你不要违法 不要漏税 这两个 最麻烦 你违法完蛋了 你漏税完蛋了 他们最重是这两个东西 你不缴税的话 你漏税的话 你完蛋了 你各种福利都会被取消 你要是犯法 那不得了 所以美国的警察凶悍了 所以你不要怪说 老是黑文说 他打我打我 没有错 大家分为就警察乱打人 好像警察都王八蛋 但你真的去当警察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黑人的犯罪率就高 你看到黑人可怜 被打是没有错 当警察王八蛋 打死人 打上来 那问题是 那警察他有风险 你跟他客客气气 黑人突然拿一把枪 蹦蹦 或者拿一把刀 把你戳两下 所以有的时候 事情要看全面 Comparative Making a comparison Measure by comparison 就是做一个比较的意思 这形容词 Be comparative You two guys 就是你们 比较你们这两个人 这两个guys 男生 Tim is more intelligent 这个Tim 提目他是比较 intelligent 他聪明一点 intelligent 反应快一点 Be comparative You two guys Tim is more intelligent 就是比较 comparative compare 这是动词 前面是comparative 是形容词 compare 是动词 Examine in order to find out likeness or difference Examine 就是去检查 所以检查呢 名字 Examination 也当考试的意思 Examine 也可以考试 也可以检查 意思多译 in order to 成语 以便于 为了什么目的 以便于 去找出 likeness 相同的地方 或者相亦的地方 找出他们的 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找出他们的差异 就比较嘛 compare comparing London with Paris I would rather visit the former 比较了伦敦呢 跟巴黎呢 我比较喜欢 我宁愿去 we rather 我宁愿去visit 我去哪里 拜访一下 去观光啊 去看一看 former 前者 就是伦敦 前者 我们也可以 这边写伦敦 visit London 但是呢 这个我们尽量 就是字表重复嘛 所以我们可以用 the former the latter later就是巴黎 当然一般的 巴黎 比较风光明媚嘛 那伦敦呢 是那个比较 潮湿啦 常常下小雨啊 大雨到威比常下 但是雾 经常有雾 很糟糕 经常起雾 所以你看外国 那个很多室内比赛 一比赛 常常稍微那个 没有打球 所以就听到很多咳嗽 为什么 气管不好 常常有雾 常常下雨 这种潮湿天气 对人的身体 对气管 呼吸气管 比较不好 巴黎 风光明媚 但是 各有各的 各有各的 优缺点 campus instrument shall determine determine direction 就是它是一个 器具 instrument 工具 那另外一个 意思多余就是 乐器 乐器也是用 instrument 工具啦 工具啦 仪器啦 乐器 这些都是 instrument 那也可以把它推广说 变成instrument 一种方法 一种管道途径 所以我们说英文程度好 你看英文 它的意思就很多 英文不好 就是一个字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文章 它意思一变完蛋了 输了 那英文程度好 它不管怎么变 就打一个范围 你说它是仪器也可以 我也看得懂 你说它是乐器 我也看得懂 你说它是一种管道 一种方式 我都全部看得懂 你怎么变 我都看得懂 程度就比较好 就是一种 它可以决定 当然它不是决定 这个方向 就是它可以 侦测出方向 自备针 指南针 罗盘等等 它可以determine 它可以侦查 所以这个有时候 那个字典 它写的 有时候意思 它不见得很好 所以字典 我们有时候 看两个字典更好 看三个字典最好 The expedition team explored the forest with dedicated campuses 这个探险队呢 探险队 Expedition team 它探索这个森林 用这个很精确的 delegate 很精致的 Campus 那为什么加ES 那探险队吗 那应该是不止一个人 才叫队吗 那不可能只有一个队 就一个罗盘嘛 所以我们英文常常加S 所以我们又常常 森林啊 为什么去 为什么要去探测啊 森林有什么了不起 你真的到大的森林去 哇 那个走不出来的 你说东北那个 大型安林啊 长白山啊 哇 那个走不出来的 那比台湾还大 一个森林就比整个台湾还大 所以那个走不出来 就很多人死在里面 甚至有的都已经快出来了 在边边了 他搞不清楚 就死在里面 那当然现在 科技比较进步 卫星定位啊什么的 比较OK 以前常常进去走不出来 都要想到 有的想到都死在里面 而且里面有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好 我们再把这些发音 我们把它念一下 熟悉一下 我们在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地方 固定的地方 我们用at 比较大一点的地方 或比较不确定 我们用in 那比较精确的日期 我们用on 比较大的一个时间 我们用in I ask Maria to be my company is there a charity party Be comparative You two guys Tim is more intelligent 所以intelligent 他除了是比较聪明 也可以当情报 所以CI 就是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e comparative You two guys Tim is more intelligent comparing London with Paris 所以我们compare 后面要加津西斯 with 就不加2 加in 加out 加什么 compare with I would rather visit the former comparing London with Paris I would rather visit the former the expedition team explored the forest with delicate campuses the expedition 像这一 母音 我们前面就念the 如果是指引就the the expedition team explored the forest with delicate compuses delecate 它除了是很精致的意思呢 它也可以什么意思呢 也可以是易碎品 所以很多包裹 纸箱 一个盒子 上面写delecate 表示东西易碎玻璃 什么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很精致的 但精致也不一定是指物品精致 它也可以指食物餐点 这个饭 烧饭烧得很精致 也可以delecate 也可以是易碎的 就是当形容词 它就不当动词名 所以很多单字不一定 它可能同时动词形容词名词 那有些它就只能当形容词 不当动词 有些只能当动词 所以很乱 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些单元 很系统的 像有一个一次多词性 它只有一个词性 可能两个 可能三个 但是 你就觉得很累 那我们就是把它全部 常用词把它抽出来 就告诉你 这个字有几个词性 或那个字只有一个词性 所以我们有一个单元 一次多词性 在这个英文秘籍里面 就是把那个词性 大概一个字 有三个以上词性 我们把它这挑出来 这一集讲到这里 这个字幕里面